大家早上好 我是梁 今天是12月4號 今天最低溫度大概8度多 在台灣來說挺冷的 可是這樣涼爽的好天氣 對多肉來說 是很好的生長環境 你看晴空萬里 一片雲也沒有 走吧 看肉肉啦 你看這一盆 它的葉片變得又短又肥 有著小紅尖尖跟想著紅色的邊邊 這一顆的名字還沒有找到 所以還沒有為各位介紹過 其實很多肉肉 它出狀態還沒有非常明顯的時候 是很難判定 它到底是什麼品種 有時候連商家都不清楚 但是養肉肉不是只有為了它的名字 而是為了喜歡 還有它的漂亮 我們說是不是啊 要把這一顆新美人養到出狀態 我覺得挺難的 要非常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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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棵当初差一点挂掉 可是后来它又活过来了 现在已经开始出状态了 当初买来的时候叶片也是好长 但几乎都掉光了 现在的叶片只剩最外一圈是旧的叶子 现在都是新长的 你看它变得又短 而且肥肥的 这棵也是当初叶片掉光了 以为它怪了 可是后来它居然又活过来了 漂亮 这是一个双头 这也是一个双头 我的蓝石脸永远最漂亮 你看它这个样子好美 我的华丽风车 颜色依然脏脏的 我都觉得不够粉 但能活着就有机会 我两个头也都适应的蛮好的 这颗也抱小窄了 再来看看这颗 是不是越来越漂亮 有粉的多肉真的是不能碰 你看周周的叶片一碰 就会变得有一些斑斓 它真的很焦嫩 这一颗 它下面 本来有 有要爆小窄你看看 可是我刚才没有看清楚 我以为是烂的叶子 结果就把它的小小叶子 你看 不小心被我拔掉了两个 真是 但是应该还是会长 然后这一颗 你看它旁边也抱小窄了 不过好像状况不太好 有点烂烂的 有点烂烂的 等着吧 不知道这个小窄会不会长得好 下面叶子有点烂烂的 不要随意因为太靠近 这个盆面水气比较重 这个盆面水气比较重 我的巧克力方砖 巧克力方砖都是要照到太阳 才会闪闪花光 但目前状况还是不错的 这个德雷还是最美 漂亮 想给它掰叶子 但是它这个生长的挺坚固的 掰一个好了 好难喔 这个好漂亮喔 这个好漂亮喔 可是没办法 触径 要让它的那个 小牙齿长得好 就要舍得 你看这个叶片好厚 放在阴阳土 让它亮 亮着让它发芽 银行 刀子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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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棵多肉植物 它是水晶玉露的一种 它是属于百合科十二卷属 你看它身上有一条一条的条纹 正确的名称 因为它还没有出状态所以不是很确定 它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淡淡的紫色 但是红水晶在还没有真正出状态的时候也是这样 看起来很像红水晶 但我不确定所以我们还是说它是水晶玉露好了 那这个水晶玉露你看上面有一节 就是上面有一层这样白白 就是比较白的这个地方 它如果养好的话 它会变得很通透 很像一个透明的水珠一样 好漂亮 而水晶玉露就是说 它旁边这边叶子的叶圆 都会有刺刺的毛 但是因为这一颗的长势好像还不是很好 所以状况不是很明显 但我觉得它有慢慢在舒展开来 刚来的时候是就是黑黑暗暗丑丑的 但可能最近气候蛮适合它的 所以它慢慢有在变化 来吧 我们就给它换个盆换个土 让它有充分的养分 可以成长 看它会不会变成漂亮的红水晶玉露 走吧 换土咯 首先一样在盆底放上桃粒当绿水晶玉露 它的根系长得还不错 直接放上去 把周围的土填满就好了 直接放上去 泡面水 泡面水我们也是用赤芋土 盐墨箱 盐墨木 盐墨箱 盐墨箱 盐墨鸡 盐墨鸡 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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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子 盐墨 輕輕的按壓就好 然後這上面的還是可以用 用這個水彩筆把它刷掉 刷不掉的就暫時不管 好了種好了 種好了 給它這麼大的空間 希望它可以趕快長好 然後晶瑩剔透的樣子 一定會很美 到時候看它出狀態 到底是不是紅色的紅水晶 紅水晶浴露是很美的 因為當初在買老闆也不知道 老闆只說他只知道它是浴露 好了美麗是需要時間的淬煉 還有耐心的等待喔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囉 歡迎評論點讚 我們下個視頻見囉 掰掰 掰掰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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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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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